近日 新疆军区某路航旅在卡拉昆仑山腹地 联合特战防空电抗等要素开展实战化演练 随着塔台指令下达 数架直升机T4升空奔赴目标空域 期间 飞行员需要不断拉升飞行高度至海拔5000米以上 还需要适时使用机载供养设备 确保操控直升机反应迅速 动作灵敏 前方发现 飞行器一号级空中封杂机 将对请求射击 可以 发现目标自己射击 此次实战射击 采取双击三级编队 对固定目标 移动目标 区域目标 实施地面打击 进一步 成员部队在高原地区复杂环境下的作战能力 根据地面特战分队侦查情况通报 小谷敌人沿山谷通道逃窜 脱架武装直升机立即采取编队协同的方式 自主建立攻击航线发射空地导弹 对地面装甲移动目标进行摧毁打击 同时 舱门机枪射手在锁定目标后进行空中连续火力射击 从技能到战术 实兵到实弹 这个旅在高原不断摸索实践 结合对地面实体把镖和空中高速移动把击打击 研练了不同弹种在高原环境下精准突击的战法打法 实现了显然科目训练和战法创新 锤炼了官兵过硬的战斗作风和技战术水平 通过空地侦察 隐秘图防 火力突击 跟科目联合演练 我们实现火力打击 由单机平台向多机编队投展 进入锤炼了部队 在高原地区作用的自身法宝和打印本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